大家好欢迎收看基金排排在我是琳达 观众朋友们美洲贸易战在线曙光 那么双方将于10月重启谈判 那么也缓解了市场对于美洲贸易战分增的这个忧虑 那另一方面呢 中国大陆将迎接金酒银食的消费旺季 也促使大中华基金逆势窜 那么也引发投资人们的关注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一样很开心也很荣幸的 请到经济界教育堅哥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堅哥好 琳达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堅哥 上星期啊我们节目尾声其实有聊到这个 明年最受瞩目的这些投资商品 那么你点名了大中华基金 真的很厉害耶 非常神准 因为现在啊新闻就在报导说 这个大中华基金呢 逆势窜红那表现相当亮眼 也建议长行持有哦 那他这么好你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真的诚如我不是天上派来的人 那刚好就是因为很多的数据啊 其实可以经由我们自己去判断之后 确实 大陆股票市场啊 其实是未来真的是还不错的标的 那也真的很臭巧了 刚好我们上个礼拜 讲完之后 你看这礼拜 他的好消息分分都出来了 那我想后续 他会不会再持续 我想他还是会持续 那很简单一个道理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中美贸易战都在打 打了这么多年了 那事实上很多投资人啊必须要告诉你们 有些时候啊 我们要看表面的东西 哦 要去看他背后的因素 跟他实质上未来的受益的体材性 是 这样子相对性你比较容易去赚到钱 那也能够在低档的时候啊 真的去买到比较好的标的 那为什么我上个礼拜会说 什么基金相对性对于下半年度跟明年度呢 未来他是比较明星的商品 其实简单一个道理 那大家都在看 中国跟美国贸易战大家都知道 我想在全世界大家都知道啊 但是你们注意看 看我图表上面所秀的啊 中美贸易战正在打 但是到 这是我们截至7月底的数字啊 他还净申购了一千多亿的民币啊 真的耶 一千多亿的民币 他坦白说 你等于是五六千亿台币了 如果说大家是看不好他的状况之下 原则上不应该会进账才对 应该会退出 因为这个事况不好嘛 对 那为什么他还会进一千多亿 所以有些时候啊 不要看报纸上面写的 还是说政治人物在操作的 其实你跟着他走 坦白说这个时候你永远都会被打 都会被骗是不是 对 也都会被骗啦 那以目前上来看 大家都知道啊 当然现在目前或许大家在提说 啊那个 这个世界的这个MSEI权重啊 他有在调 因为过去是5%嘛 对 大陆以前是零嘛 是不可以投资嘛 那现在5% 那当然今年度他会加到15%嘛 那未来 当然他的纪律性是潮的是 坦白说 他的实力可以来到20% 25% 都有机会啦 是 那个叫做主动型的资金在投资 但是这个部位啊 其实陆陆续会去到 我刚讲说那是被动型的资金啊 会进场去的 那未来会不会更多 未来会更多 未来会更多 对 那你看到7月份 现在目前大概1000多元人民币啊 其实各位啊 不用太担心 后面的资金还很多 所以不要说啊 7个月 已经7个月人家进这么多了 那我现在能不能去买呢 其实要是依我个人的经验来判断啦 未来他还是很有很大的机会在啊 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在 是的 那Kent哥 好我们既然知道大中华基金这么夯 那其实呢我也有耳闻 就是朋友跟我说他有在买 买什么A股基金 中国基金 还有大中华基金 但是到底哪一个才是我们现在目前聊的最受惠的基金呢 这个很多投资人都无煞煞 对啊 坦白说我不说明啊 你们根本不清楚 嗯 卖这些商品的人不管是理专也好啦 证件人员也好啦 保险公司的人也好啦 还是基金的销售人员也好 他只会告诉你说哇 大陆基金未来会很好 你赶快买 但是其实你们各位如果说注意去看啦 把基金摊开 他有什么 大中华基金啦 对 中国基金啦 嗯 跟A股基金啦 嗯 诶那大家就在想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真的是受惠到大陆股票市场是往上涨的 那讲一句实在话 那有很多人呢买了之后跟第一名跟后面的人 诶 他的差异非常大哦 哦 绩效啊 绩效差很大 为什么差很大 因为他有的占比是 大部分像大中华基金好啦 什么叫大中华 我想大中华区 大家看这个名字或许解决 了解得出来 嗯 哦他有买大陆的 是 但是相对性他是大中华区 他不会是全部买大陆的基金 哦 还有其他地方 他也会买 比如说香港的 哦 新加坡的 是 台湾的 那还有一些他配置在其他区域国家的 是 比如说啊可能有或许有马来西亚啦 韩国啦 哦那等等的一些国家 那这些 当然他的 成长的区域是在大陆涨了 是 诶但是他配重是在 是在新加坡啦 是在韩国啦 是在台湾啦 那当然你就没涨到啦 他这个比重就好像有点分出去的 对啊因为这个是在 美党基金哦 我跟各位讲 美党基金在销售的时候 都会有一份所谓的公开说明书 那公开说明书 当然里面会去写 啊坦白说 我们投资人不会去看的啦 对啊 是不是很厚厚厚一点 厚厚一点 你根本不会去看的啦 那所以我们要去看什么 看他的持股比配置比 大概就稍微知道了 哦 这个就是大中华区 顾名思义就是 啊他是大中华区 当然他范围就比较大 嗯哼 那再来 欸林达 诶 大家看到第二党 嗯 中国基金终于是 全部投资大陆了吧 对 所以我就要买这个 错 又错 为什么你知道 中国基金啦 事实上各位去看啦 他原则上他大概六成以上 是投资在中国里面没有错 嗯哼 但是呢 他有投资 他也可以投资在香港的 投资在一点点部分比例在 其他区域的 但是他至少要六成以上 一定要六成就对 对 这个是在规范里面 就说你六成以上 啊哈 你就可以叫中国基金 哦 那当然也有人名称叫做 中国内需基金 那是什么 坦白说有的那是什么 那是台湾股票基金啦 蛤 那为什么呢 那还是他的名义就是 他供需就是因为 大陆市场会好嘛 啊 那我们台商跟哪一个 有跟哪个关联的 是 所以这个中国内需 诶 听起来好像是 大陆里面内需的股票市场 诶 那其实是不对的 哦 都被名字骗了 所以这个名称啊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但是详细部分 还要去看他 比较 投资区域里面 就是他投资比例配重的地方 其实你才可以真正知道 嗯哼 对啊 那真正比较纯的 就是各位你看 最后一档 叫做A股基金 我没想到是这股最纯 我一直以为是中国基金 因为A股为什么 因为A股 它必须要 除了说中国基金是不是六成 它至少要六成以上 但是它还再加上了所谓的 因为现在目前 大陆在之前有 不是开放那个QFID的度吗 嗯哼 可以投 深港通 对 富港通 哦 这些都属于在A股的部分 那意志上 目前市场上这些纯A股的基金 其实它在持A股的股票 大概都九成以上 哦 这么高啊 大部分都是投资在大陆这一块的 所以纯A股基金 事实上以中国基金上来看 嗯哼 它是最纯的 哦 它是最纯的 对 那反而不是写中国基金的这一档 那其实很容易误会 对啊 很多事情大家没有说 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 当然A股基金 A股也是中国的 那这个绩效差异性啊 是非常非常的多 嗯 那我们就来举 比如说好 我现在有准备的资料 我们就来举 嗯 下一页 嗯 我们下一页你看 这个是我们去抓 过去 这个整个七个月以来 八个月以来 是 它的绩效 哦 你看第一名的绩效 哎 第一名跟第二名 你看来到 三四十个percent 哇 真的快四成了 对啊 你的三十六% 三十八% 嗯 但是到第十名 当然第十名也还不错啦 嗯 因为它将近二十五个percent嘛 对啊 也不错了啊 对啊 但是如果说从另外一个思考 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啊都是 投资同一个区域 为什么一个会是 快四十% 啊一个是25% 对 其实你这样也差了15个percent 也是差蛮多的 这样讲起来 这样如果说真的细分 也差15个percent 那我来跟各位讲 为什么会差15个percent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因为前两名的这两 这两档啊 哇 它光投资在大陆啊 大概都96 98个percent 哦 所以它其实是A股 A股基金 对不对 对 它就属于类似A股基金了 那你比如说你到后面的像 我们元大啦 群义啦 统一这几党 是 他们坦白说 他们属于是所谓的 有的是属于大中华区的 比如像 群义 统一 国泰这几党 他们有投资在 大陆的 也有投资在香港的 也有投资在台湾的 所以它的配送比呢 是比较不一样了 对 对啊 这些其实很多投资者 他比较不清楚的 那我再打个比喻好了 嗯 就像我们本身不是有lite吗 对 哎呀 最近有个郑小姐 她来问我 蛤 啊因为 咱们说她 有钱 那她说 她跟我说了 她提了一个问题 她说 我有100万 但是我不晓得要买什么 是啊 对啊 那这些是投资人的一个迷惘 就是啊现在目前 股票市场都到这个样子了 那因为要买基金 她不晓得要买什么基金会比较好 是 对啊 甚至我有另外一个lite的那个网友 她也提出来 因为她有买 我们其实是我们这里面的 某一档这个中国股票基金 是 那她上个礼拜听我讲之后 她就问我一个问题 她说啊那我有中国基金 哎 我现在目前的获利中望不错 嗯哼 那我到底要不要把它赎回 对 当然她还有另外一档 另外一档 她目前觉得放了好多年了 表现好像不是很理想 是 那她要不要去摊平 就是要不要加码去买 那其实呢 这些呢我都有分别去告诉他们 那我在这里呢 可以跟投资大众讲 依我过去的经验上来看的话 是 中国股票市场 虽然今年以来 哦全市民涨了至少都25个percent 30个percent了 对啊真的是很漂亮 对啊其实这一块还不用急 因为未来 虽然这个礼拜她的好消息又出来了 哦 但是未来她的机会 坦白说啦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啦 呵呵 她在往上涨的空间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对还是有的 所以不用这么急啦 不用急啦 不要着急观众朋友们 对 对对对 哦那Ken哥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请问你 你说 就是啊你看这前10名的这些基金啊 它的名称其实都要么就大中华 要么就中国 那所以我到底要怎么知道 到底它的这个占比是多少 我是要去询问这个李专人员吗 坦白说一般你询问李专人员 那可能他也不知道 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我们打个比喻 比如说第一名是安联中国策略 你就进去安联投信里面 点这一档基金 它有一栏叫做所谓的资产配置 区域配置 它上面就会写到了 就会写比如说 现在目前我查下来 它投资的区域中国这一块 它投资比是96个percent 96个percent 哦那就是A股基金 对啊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基金投资 它不会投资到百分之百 因为会有预留现金 都有预留现金 那像第二名的保德信这一档好了 是 它投资中国区域多少 98个percent 那也很多了 对啊那因为它都会留现金比 大概是这一块 那像统一强悍好了 它投资在大陆这一块 目前的占比大概是45个percent 哦45个percent 它投资在大陆这一块 大概45个percent而已 那它有投资哪里呢 投资香港跟台湾 那台湾它投的比较多 台湾投资大概20个percent左右 那香港大概是7个percent左右 那这个是目前强悍它一个配置 那后面的人呢 因为有的为什么 它投资在大陆这一块 大概60个percent 但是最近它投了香港20个percent 哦哦 所以后面的为什么 后面的两名为什么会比较低 就是因为他们有的人是投资在香港这一块的 香港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吧 最近这些议题 所以他们的市场表现的不是很好 所以它整个有摔了下来 但是呢相对性总归一句话 哎 看下来这些的标的 你就怎么样 第10名最好最差第10名好了 你还25个percent啊 对啊其实也是我觉得 像我就觉得我如果买第10名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对啊 这些是可能观众大家不知道 那你要怎么看呢 就进去他们的网页里面去看 哎其实它就上面都会写得很清楚了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其实还是有管道看的嘛 即便李专不知道 其实我们自己可以去查这样子 对的 哦好今天非常谢谢Ken哥精彩的分享 好谢谢Ken哥 欸Ken哥你刚刚讲到 不好意思我打插一下 你刚刚讲到这个 有网友郑小姐跟你询问问题这样子 是 那那个问题你是要亲自回复他吗 还是说你有别的方式要怎么样去回复他 没有我想最近这段时间呢 因为股销市场震荡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很多的这个LINE的朋友 大家就要问一个问题 我现在有的基金怎么办 那我现在想要买的钱那怎么办 那其实这里我欢迎各位 赶快加入我们的LINE里面呢 我在下一集的节目 我就专为来这位帮这个网友 来解答你的问题 那这个样子我想各位的朋友 大家也会比较清楚 比如说郑小姐她问出了 她现在现金有100万 是 她坦白说这个是同事人的迷思 第一个她是跟我说她是一个积极型的 但是呢她又想了稳健的获利 每个月又有配息 那希望若干年后呢 她还能够百分次的保本 是喔 那这个我告诉你 这个哪有可能啦 对啊好像不太可能 对啦这个机率上目前来看是 那个是等于你是积极稳健保守 你统统要了 全包那有可能 不可能啦 但是 但是 有方法 喔有方法吗 对 那这个方法呢 就是下一集呢 我们来为这位郑小姐呢 我来帮你说明说 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达到 您所希望的需求 哇 Ken哥好棒啊 专门回答这个网友们问题这样子 是的 所以观众朋友们 你看到喔 Ken哥啊 不仅亲自一一回复 你们的这个LINE ad上面的问题 那甚至呢 有些网友的问题呢 Ken哥会提出来在节目上做讨论 所以记得一定要加这个Ken哥的LINE ad 好 Ken哥的QR Code呢 是小老鼠PFC5558W 好 那另外呢 喜欢我们节目内容的朋友呢 也欢迎在脸乳上按赞分享以及订阅 那也别忘了在YouTube频道上 开启小铃铛 并且搜寻我们G-Mind频道 就不会漏看影片咯 好 再次谢谢Ken哥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 等待下一集 呵呵 对等待下一集 拜拜 by bwd6